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各种货运行业是最忙碌的时候 尤其是花莲邮局业务量暴增了四成 但是为了邮务市的行车安全 花莲邮局9月1号举行交通安全事实大会 要求邮务市必须遵守行车规定 这是花莲邮局专门整理各种包裹的地方 邮务市们正把货物分类 然后上车要送往收件者家里 放眼望去几乎都是中秋节的礼物 光是整理分类就要花好几个小时 货物量比平常多出了四成 今年我们的包裹 特别在文旦这一块 它收集量比去年大概要多了三到四成 那为了要输运这些包裹的量 我们的同仁几乎全部都停止休假 来进行这个输运 希望能够在中秋节假期前夕 能够让我们的收件人 能够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文旦礼盒 虽然邮件货品爆量必须赶在中秋节前分送完毕 但是为了保障油务市行车安全 花莲邮局响应交通部111年交通安全阅政策 要求油务市必须遵守路口慢看停 以及离让行人的政策 并且举办了世事大会 要求同仁都必须遵守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叮咛我们的同仁 不管今天工作的量有多大 安全 道路的安全还是要摆在第一位 这一块我们会不断的宣导 也希望能够落实 把这个因为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一个伤害降到最低 花莲邮局强调 过节前不止油务市辛苦 其实各种宅配货运都爆量 但是再多的货也没有比行车安全更重要 制定规范也是为了让油务市在路上避免发生遗憾 介络会欢事报道